作为山东人过年的时候你不打把勾击 你都觉得这个年过得不完整 我也别的 因为打勾击是山东人的娱乐之魂 没有勾击的年是没有灵魂的 在山东勾击又叫勾击 是山东人过年期间一项全民娱乐何嘉欢的高智力游戏 它起源于中国青岛 具体地点是青岛里仓区 发明者是几名勾人 发明时间是上世纪60年代 也就是说打勾击在我们山东已有近60年 也就是一个世纪的历史 60年你说半个世纪就行了 怎么还还还成一个世纪了 四少五入弘扬勾击文化吗 不得往大里吹吗 不是啊 不得往大里说吗 我觉得山东的勾击完全够得上文化俩字 因为打勾击在我们山东的地位太高了 它是山东人的快乐源泉 它是山东人的全民运动 它是山东人的亲情纽带 很中海 在我们山东过年七年一年未见的亲人 一起打几把勾击 不光提神请脑 还能打破代沟与隔阂 增进互信与了解 火辣辣的情 火辣辣的爱 一家人的小氛围立马长得很愉快 就这么说吧 在勾击面前 十个山东老乡九个爱 还有一个在等待 除非你有急事要出门 要不然啊 你根本抵挡不住他的魔力 勾击的具体打法 两个件事就不多说了 说简单也简单 说复杂也复杂 麻将四人成组 勾击六人作战 点烧没拿 净显才华 山东人都知道 这小运是让你给压得一阵间歇的 如果说打麻将 实际上斗智斗勇的游戏 打勾击那就复杂了 它不光要斗智斗勇 还要斗嗓门 斗体力 斗演技 斗衣服弹性 哎呦 你这个衣服弹性 画面感很强啊 斗演技最精彩 排好的时候 要学会遮遮掩掩 排岔的时候 要学会虚张声势 打勾击 三人一组 错乐入座 团队作战 你们是一个集体 融融与共 患难与共 甘苦与共 当敌强我弱时 你们要孤注一掷 展现出神用快的演技 尽情喊叫 尽情摔牌 不要嫌费嗓子 费手腕 36G里讲了 满天过海 声东机西 输啥不能输气死 等你领略完了 打勾击的魅力之后 你会发现 什么台球 唱K游戏机 都显得那么的肤浅和无序 勾击打得越好 越来越有头脑 勾击打得越精 思路越来越轻 啥也不说了 希望我们山东老乡过年打雾鸡 打出风格打出水平 尽快把勾击打出山东打向世界 格局太高了